美中醫前三二四七 帶一掌握未來七天 每天二十小時重要的財經大事 好 我首先關注了 在美國方面 十月份的標普凱斯希勒 房價指數將在週二出爐 預料將會連續第四個月 比起前一個月走跌 但隨著聯準會 現在升息越來越接近終點 這波跌勢可能已經即將高一段落 不久後 渴望觸敵反彈 那麼在亞洲部分 南韓禮拜五將會公佈 十二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市場預期年增率 將從十一月的五%進一步的下滑 這代表說在南韓的通膨壓力下降 同時也意味著南韓的央行 或許在不久之後將會停止升息 同樣的關注的 還有週六出爐的 中國十二月官方製造業 採購經營指數PMI 由於中國倉促的解封 導致疫情大爆發 嚴重影響他們的經濟活動 市場預期了十二月的PMI 將會維持在景氣融窟分水嶺 五十以下 代表中國的製造業景氣 持續的萎縮 然後再次提供